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北美上映 人家就换罐 所以看起来应该以后换罐的几率越来越高 现在都流行 除了一个商品品牌 还加了其他的附加的 但是我说他们把罐换成鸟罐 那意思坐在旁边的是什么人 你说那天咱们讲百度 我就是说 你说对于今天的很多这种广告的方式 你像我们最早开头 还有些腔腔的老观众有点看不惯 但是你像现在我发现 大家把这罐当成我们一道亮丽的风景 反正奥斯卡鸟人也是得大奖的 这个加到我得给你钱 得大奖的 这个有时候倒过来了 时代不一样 现在好多人叫做 日本人叫做我们消费者 要付费买广告 怎么叫付费买广告 因为举个例 典型的杂志 不要说看日本的杂志是这样 香港也是 杂志我们翻了 应该翻翻翻 其实里面40%的内容是广告业 所以其实我们付了10块钱买杂志 40%是买来到广告来看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需要 那广告告诉我们什么 在现代城市里面怎么样生活 你去哪边吃喝玩乐 当然很多内容都是 你们知道叫什么 直入广告 你就不要指着这个说 问题再怎么直入 我们换桌布还是没有钱 直入广告 这个跟直入广告概念不太一样 直入广告是说 你开个店 火锅店 你在我杂志登广告 我去访问你的火锅店 做一个报道 我完全是报道 许老师火锅 怎么好吃 背后的用的汤料是什么 然后你看的好像真的报道一样 其实没有公信力的 可是我们看的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需要那个东西 但是我倒是 我就说通过这个事 我可以起开今天的一个话题 我今天想聊一个 就是电影和资本 就现在你看中国的电影金融化 已经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想从谁就说起呢 叶问三 你知道这个叶问三的这个大老板 快鹿集团 那快鹿集团好像是就四月几号 上海市政府都逼着他们出去开新闻发布会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好像是那个票房作假 是吧 叶问三 搞得他们资金链断了 大概是怎么回事 对那你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老实讲 我前两天还听我一哥们 我知其一就不错 讲这个老板叫叫叫叫叫叫什么 你看我老记不得叫什么名字 就老板叫什么名字 施庆祥吧 施建 施建祥 我老想起一个名字叫施建翘 好像是一个一个刺客 还是一个什么 施建祥在香港 在香港呢 就是前几天还在香港 要不说这个人呢 还是据说啊 挺仗义的 很多这个中国的这种草莽英雄 创业成功的 往往具有这个特质 就是说你认识他的人 还觉得这人挺可爱 讲义气 众朋友 仗义 我觉得至少他有一个吧 就是说他呢 现在就是说人在香港 但是还是给那个那些众筹的那些人呢 发声明 说我把我几亿身家 先拿回去 帮助这个还了大家的这个钱 实际上欠的钱太多了 你知道这个事吗 不过咱们可以先说说叶问三 嘉辉好像老要看这个电影 在香港演的时候 我看了 我收过了 我看完还去学了 本来我学泰拳了 后来改了 学泳村 对我们来说 那个非常好看 你是不是昨天跟这个姓施的吃饭了 没有没有 他没吃饭 直接钱打在我的账户里面去 而且这哥们是挺有意思 就是他身上有这么一种劲头 就是他最早是干什么的 最早好像就是个印刷厂 据说第一桶金是什么呢 1999年 我忘了哪一年了 上海四家国有企业 转制 就是宣布破产 他收购 所以他是把百分百的国企 就是上海快路 什么电缆的那个 百分百转成民营 这是他家族企业的一个核心 第一桶金 到最后发了财了 发了财了呢 从曾几何时就开始注意到了 电影 然后一注意电影呢 你就看他整天 就是跟香港的好多明星啊 什么谭永林啊 还谁啊 什么的 谁的孩子都认了 什么什么干亲了 就是整天跟 爱跟几些明星在一起 我听人说他属于哪种呢 就是属于 你比如说你做个节目 是吧 文涛你给我做个节目 你说你要多少钱 打一千万 我给你两千万 太少了 太少了 据说属于这个风格的 你知道吗 电话几号 电话给我 但是就是甚至据他的 现在你 所以说我现在你分不清 哪些是宣传 哪些是这个真的 重点在于说 假如是看新闻 很多报道就说 重点在于说 这样豪爽是一回事 你到最后交不出来 他说一千万太少了 我给你一个一 没有用啊 他最后一百万都拿不出来给你 因为他整个里面的 从一开始 他两个亿给黄柏明买了叶问 我都是根据报道说的 买了叶问三 在内地的这个发行权 结果就现在这个电影啊 全靠发行啊 我的天 甚至还有那个黄胜一的老公 杨子 杨子成立了这么一个 专门为了搞他这个项目的一个 宣发的一个公司 但是现在这个公司可能就散伙了 听说是连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啊 补偿金呢 都还欠着呢 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你就我就说 就看到一个拿电影当成金融产品的资本游戏的破产过程 以及他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 哎呀 我这好久没说这么长句了 这么长句 很有逻辑性 你看看 你看这是 这就是这 这个范儿 施建祥 施老板 你再看 他自己印在广告上 你看 这这位 哎 你想想 他看着还是可亲 对吧 施老板 你瞧 这个 但是很少有制作人印在广告上 他比较喜欢曝光 而且还比较喜欢别人叫他博士 你知道吗 你看看下边 跟我一样 这是这个深夜场 午夜幽灵 你看吗 半夜 一夜凌晨的凌晨时间的电影都卖到两百块钱一张票 买假票房 现在应该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 你看 这个电影院 你看到没有 红的 前三百的票房都都满了 卖掉了 卖掉了 最好的位置还都空着呢 这个有意思 这就是雷锋多 雷锋多 对对对 这个 这个你看 广电总局叫去喝茶了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夜问三的 票房异常波动 对 就是 就是现在注意到这个状况 没有 文涛你刚说的那么长的句子 听起来 很厉害 其实 非常正常 从好莱坞到香港 都是这样运作嘛 不然那个投资 现在几个亿 投资一个片 以前几千万 再早期几百万 哪里来 一定是这样 九零零代的香港电影圈 经常有黑社会介入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当时说 你只要有一页 他们说 你有一个 一个one page 一个页的拍片的想法 我要拍一部说 页问三十 OK 男主角是 邓文涛 配角 徐子东 马家辉 那几个名字打出来 马上整个东南亚卖户是吧 就是马上钱就进来了 然后那些什么大的 上市公司的企业 就金融就进来了 非常正常 所以重点不在于他这样玩 这样玩是对的 你不这样玩的话 整个中国电影市场 扩展出不出来 重点在于说 当你票房是这么不可靠 还有你刚开始宣传的时候 这么乱讲 比方说 英联的什么预期的回报率 是百分之八 甚至百分之十多 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三点八 对 这些都没有人出来去评论 因为假如在香港 任何一个投资产品 当有人说 你来买我吧 我给你每年回报百分之十二 马上很多的媒体 或者说评论人 评论人 来给你评论 那大家就会比较透明 这是市场的透明化 然后就决定 要不要投入资本 现在这个断裂是这样 不是因为他什么票房作假 钱回不了来 徐老师 你知道最近 就是你们上海 好几个融资平台 就是因为这个 叶问三的票房玩陷了 他这个快乐集团 关联的好几家 这个融资平台出事了 都遇到几题 几题的危机 听说涉及到的金额 上百亿 然后就说 现在上海政府出台了 最严格的 这种管理这个制度 甚至我就发现 已经就说严格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大楼 在这里边 开这种融资的 这种平台公司的 甚至有大批 看到有大批老头老太太 在这个楼里边 出出入入的 都要管 所以说我就说 台湾 说台湾电信诈骗集团 说咱们现在在这儿 这个义愤天鹰 说骗的都是中国的 很多老年人的退休金 可是你知道这种众筹啊 这种众筹 就是骗的很多老头老太太 他们那点压箱子底的钱 众筹的意思就是说 他当初拍的钱 就是很多人筹起来的 大家投进来的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不是 他这个情况 非常的这个复杂 我只说其中一端 其中一种 比方说 他拿叶问三的票房 做这个对赌 把叶问三的票房 当成一个金融项目 但是就必须达到30个亿 他们都内部都说了 所以为什么拼了命的 买假票房啊 其实就这个电影 实际票房好看不好看 是另一个问题了 电影早沦陷了 就是说 你就是必须要做到30个亿 因为做到30个亿呢 就这些人就能够保证得到 买你这个众筹的这个理财产品 就能得到收益 但是最后你一旦一弯陷了呀 那帮人不都全都 你还我钱还我钱 本点本带息 结果一还不起 这个资金链呢 哗一下子 就成了成了事件了嘛 风险跟投资成 跟收益成正比 这是一个理性社会的基本规律 我觉得是讲的蛮有道理的 就是做生意的人呢 他们钱赚的比我们多 但是他会很告诉我 他们的风险比我们大 我们教教书啊 或者一般的人 这个社会呢 大家最羡慕的事情呢 就是高回报 低风险 那什么人会高回报 低风险呢 就是跟商家合作的官员 以前啊 如果没有反腐的话 这些人是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 他又 你炒线了 跟我都没关系 但是你炒赢了 我就有巨大的好处 商人呢 其实他很抱怨的 因为他 他说我是承担 你比方说这个事情啊 你今天你活该 但其实他也真的是活该 因为他这么冒险 他为什么要这么冒险 他就是为了想多赚钱呗 他要是不想夜问 搞三十个亿 他要是就是十亿五亿 他稳赚 他不就很好的事情吗 高回报 高风险 其实我们最 我们心里人最恨的 就是低风险 高回报 但这是我们的愿望 对 愿望 这就是我们人性 我跟你说 我觉得有可能 这师大哥本人 一开头的愿望 也是良好的 他真的是 他甚至有民族主义的情怀 他想让中国电影 得奥斯卡奖等等 就把从奥斯卡那儿 借了个小金人 回国搞活动 你知道吗 他在这最后就陷了呢 咱们去一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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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师大哥 这个把泰森都感动了 他据说他是亲父好莱坞 找到泰森 就征服了 征服了泰森 这里边他们这个宣传都有段子 找身边一保镖 少林寺出身的 跟泰森 叼啦叼啦打了一顿泰森震撼 然后在那个宣传会上 你知道吗 他跟泰森连线 据他们的宣传文章说 泰森当时热泪盈眶 觉得这个师大哥 那就是就是说 时日渐祥大哥 对吧 他给了我人生新的希望 就是这个 因为给他一张支票 对对 需要那么复杂吗 支票丢在桌上就行了 当时心灵之间的交往 就是泰森就说了 说这个我永远忘不了师大哥讲的 人生不在于拿到一手好牌 而在于打好 手中的每一张牌 你给我这样的支票里叫我讲什么都可以 说完之后 怎么样 我要说什么什么台词 东西方武化的交流 你还别说你也喜欢看 我呢也问这个片子老师讲呢 这个这个文系部分就我就没看 我也喜欢看打 我就集中的把他那个打的武打的 给给给给给集中起来 他们说你有网友说你平常的手势有点像泳村 打得不错 真的 这但是呢 哎你知道我就看出点这个门道来 就是说你比如泰森 和 真子丹 当然我是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我不知道他们内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看到一种什么呢 你看 小这个泰森跟真子丹打了三分钟 你记得吗 按照我过去的想法 对吧 这个中华民族英雄打他 肯定要把电影里把泰森打得满地找牙才行啊 但是没有 我就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各方都得为自己这个腕考虑 你知道他们有点人系不分 这个挺有意思的一种东西 就是肯定我估计我是泰森经纪人的话 假如我跟你说 我说那我们也是世界大腕啊 你不能被你这个真子丹派七给打趴下了 我们还得是世界全王 这概念 要打趴下支票数目不一样 对 但是真子丹你拍这个电影 您是叶问呢 于是呢 你看对两个人的胜负做了一番怎样的计算 做了一番这样的计算 就是说感觉还是泰森比较厉害 泰森说的是啊 给你三分钟跟我打 只要你没倒下 我就放你走 设定了这么一个预设 然后呢 在打的过程中呢 也有基本上就是两个人呢 就是这个互有这个被打 就是郑子丹也被打了 然后呢 到最后呢 怎么解决这个真子丹和泰森之间谁打得过谁的问题呢 因为他那么大重量级 对吧 我就想起在咱们这做过节目的那个徐浩峰老师 研究功夫的 讲的 他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最后怎么样 双方这个味都不伤味啊 都不跌分呢 泰森的全猛力大 对吧 但是最后 真子丹到最后关头呢 来了两个啪一下子 手指都伸到你的眼睛 但是中华武侠 仁义 停在这了 然后啪 抬起一脚 踢到你的当 但是没踢 停在那了 中国人的 仁义 但是这个在另一方面又印证了徐浩峰所说的 他就是说啊 你比如中国武术的功夫 为什么能放倒那么大的人呢 照他在咱们节目里讲的 他说你把泰森那个拳击比赛 所有的犯规动作加起来 那就是八卦掌的散打 就是说中国的功夫啊 你不要以为是套路 就很多时候 他这个 他那个一些 就是这些八卦手黑啊 或者一些这种犯规动作 这种阴招 是咱们的一个取胜的 是不是要给我们放一段 可以放一下 可以放一下 他等不及了 骂你 还能嘩 真的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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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的广东话比你好 除了这个你刚说的 什么他的 要手啊脚停住 实时他还 里面还有一个中国文化的东西在 运气嘛天意 他最后你看三分钟 其实时间是胎神去定的 我给你三分钟 假如胎神定五分钟 结局可能就不一样 还有到最后一拳 刚打到里 就是钟就响了 所以中国人经常说什么 三分 七分人是三分天 三分人是七分 七分靠大片 我也一样 太俗了 还有天意的部分 我的感受就是说要是真胆 要是真胆 中国武功最好的能打得过 西方这些拳手 不容易 有句广州话我可以讲一下 当然这说的是中国人当中一些个虚头八脑的 有真功夫 我相信中国是有真功夫的 但是咱们无缘得见 这个 咱还是说回到赚钱的功夫 你知道我给你看看最近上海出的这个事 你看看图片 有一个荣医保平台 你看他还算比较好 他在这这个发言 说P2P啊不是妖魔 清除害群之马之后会更健康 对待P2P行业 坏的一定要打击 好的也一定会扶持 那意思他显然是好的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 他也出事了 这个再看下边 这个去坐牢 砸了这个砸了他的门面了 啊 就你你知道我就我就觉得现在的这种玩资本的游戏啊 之胃口之大 胆略就是胆 这个胆子之大 几百亿就敢就敢吸收 你看前那个泛亚的那个事情 人人有多大胆 这个金有多大惨 不过他们怎么赚钱 我这我说实在话 从我个人来讲我一点都没意见 你只要你有正常的破产的风险就行 唯一我觉得特别不能忍受的在数字上作假 我觉得票房的作假啊 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类似的这样的数字作假 各种各样经济的数据的作假啊 作假的人他有他实际的理由 比方说我要创造了30亿 我票补 现在很多电影就是 我我的制作方把钱打出去 给你钱你来买我的票算账 那么我的电影就成功 这是电影的票房 但是你知道我去过文化部啊 去文联啊 那领导啊 那真是由衷的跟我们说 说现在文化形势好啊 票房中国的票房 举世骄傲 那那就不是开玩笑 那是真诚的爱国 这个是爱党 而且是爱中国文化 他们依据的就是这些数字 所以这些数字一出了问题以后 我就感觉像什么 就好像我们人身体要有一个体温表 我们不知道自己身体舒不舒服 好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靠一个体温表来量 有时候你搞不清楚 量下来发烧了 那我今天不上班了 要是还不发烧 那我今天继续做 数字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体温表 如果谁在体温表上做了弊了 为了经济的 为了自己私人的原因 做了功夫的话 上当就不是一个人了 这个师大哥啊 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说呢 就是原来我做买卖 他说他说 我原来搞了三十年数学 为什么搞三十年数学呢 他认为做投资啊 做这个 这都属于数学 他说我现在 我原来搞了三十年数学 从今开始 我要做哲学 因为电影就是哲学 呛呛三十年型广告 之后见 嘉辉 没有 指东说那个体温表 这是自由市场里面的讯号 我们经常说自由市场 每个人都会说 有一只无形的手 对吧 无形的手是什么 他总要说 大家一起来 共同去做了事 然后给出一个讯号 我们知道在哪个领域 我要走什么方向 所以做电影来说 票房就是一个讯号 我们一定要知道 拍这种片 找这个明星 会收到什么票房 那下一波 才有人愿意 去拍那种片 这样投 他这个假如作假的话 就全部破坏了 所以他其实不仅是 骗了 现在这些老太太 什么投资者 其实呢 他也对不起 未来的电影工作者 因为没有讯号嘛 没有讯号到时候呢 就乱搞 明明中国的电影市场 在一个最关键起飞的阶段 可是你讯号乱了 就很可能这样弄下去了 就变成说 一方面制度建立不起来 可是大家都喜欢看电影 变成什么了 变成80年代的香港 很多乱七八糟的黑社会 不同的团体 有些没良心的企业家 就乱搞了嘛 黑社会 我们都知道 以前香港的电影人 不是上街游行吗 反黑社会嘛 对 因为以前就抢人嘛 楼德华什么 艳芳全部被被抢 那时候根本没有讯号 你不需要讯号 只有我刚说 那个拿个拍片计划 拿几个人民出来 就就可以 我那天跟一个 一个一个德国影地的 一个一个人啊 在一起聊天 他就很凯探 他说这个现在电影啊 完全是金融的游戏了 他说我已经不懂了 说你说跟我谈艺术 他说这些人 已经都是拿着 拿着这个家的皮包进来的资本家了 现在这个电影是个项目 你都而且这个杠杆啊 这个反复 你看我看过一个美人鱼的啊 这个美人鱼 哎 咱还说他是不是烂片 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这个后边 这个 你就看他这种互相锁定 什么到多少亿票房 谁几个进来 多少 保证多少亿票房 几个可以跑 多少亿票房几个可以跑 这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游戏 资本的游戏了 完全是资本的游戏 而且你刚才讲那个信号啊 我在想 他一方面是这个统计数据啊 另外一方面也是象征意义上 也是一种民意反馈的途径 对不对 有三种这个体温剂 好的是正常的体温剂 他不管什么情况 他执行他的任务 小坏的体温剂是什么 就是质量出了问题了 就是你去量啊 对明明你今天已经是38度了 可他量不出来 他还告诉你36度5 你上了他的当了 但是另外有一种 最好也是最坏的体温剂 我以前说过 他能够懂得你主人的心思 他知道你这一天是 想发烧还是不想发烧 晚上想去泡吧 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 可是还想去 他呢明明是38度 他跟你说是36度5 让你去 这种听话